今天是2023年12月8日 我是银河系的小宇宙Hakuna 那我身后呢 所在的这个地方 就是居牛中共的第一敌人 郭文贵先生的居牛地 纽约MDC Brokeling居牛所的外面 同时呢 我们的占有 亲爱的王彦平姐姐也在这里 亲爱的七哥 我们最尊敬的文贵先生 我从澳洲来看你 虽然不能面对面的跟您相见 我们被一场之隔 但是我想通过这个视频 让您知道您并不孤单 也想让迫害您的人看看 新中国联邦人对您的支持和爱 还有我们亿万战友坚定灭共的决心 虽然您从不在意外界的评价 但当越来越多的人了解真相以后 爱您的人也会越来越多 您是这个民族的骄傲 也是值得这个世界最尊敬的人 就像我们银河系农场魔女姐所说 七哥是幸福的 有这么多心心牵挂 忠心的爱的人 这个世界上没有几个 这些天我在美国看见的点点滴滴 更加确认了您爆料的真实性 美国是伟大的 无论从艺术到科技 各个领域都走在世界前沿 特别是当我看到了美国几个城市的博物馆和展览馆 还有走在纽约这个城市 看见古典和现代的完美结合 我不得不说曾经的美国是何其的强大 接触到的美国民众是那么的可爱 温暖和热情 我打从心里喜欢他们 但中共过去几十年对这个国家共产主义的侵蚀是全方位的 从生活的各个方面到意识形态 比如从芬太尼到媒体的影响 无一倖免 您被无端逮捕的这段时间 新中国联邦的战友们更团结了 尽管您深陷淋余 但是您自由的思想却从未被禁锢 相反的在网络上全部都是您曾经爆料 并被证实的信息和您的智慧 我今天在这里 纽约MDC Brooklyn居留所的外面 想对您说 亲爱的文贵先生 我们爱您 我们等您和彦平姐回家 我们会把自由民主法制带回中国 不再让中国人民生活在中共笼罩的恐怖之下 新中国联邦必胜 中国共产党必灭 就是文贵先生所在的居留地 纽约MDC Brooklyn居留所的外面 然后呢 现在是纽约的冬天 今天的最高气温是九度 你自己的冬天 就是纽约的冬天